儿媳妇,你是不是没有交电费啊?怎么突然停水停电了?这么冷的天,我和你婆婆还有你小叔子,他们一家三口都快被冻坏了,你赶紧看看是怎么回事。 爸,是我让物业停水停电的,你们住的那套房子是留给我女儿上学用的,我们现在又不住,为什么要继续花钱让你们住啊? 你说什么?原来是你让物业停水停电的,你怎么这么坏啊?你为什么要这样做?是我们哪里得罪你了吗?你抓紧时间让物业供水供电,不然我饶不了你。 是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这样跟我说话?你们也不想想房子是谁的,你们又是怎么住进来的?你说这样的话,还要你这张老脸吗?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儿媳妇,谁给你这么大胆子?让你这样跟我们说话,真是没大没小,这么冷的天,你把水电给断了,你到底安了什么心呢? 这都是你们旧游自取,怎么没把你们冻死啊?你居然还想要打我,你还以为我像以前一样那么好欺负吗?尤其是你,从我嫁到你们家来,你可没少欺负我,从小到大我父母都不动我一根手指头,你凭什么打我? 看来打得还是轻,不然你现在也不会这么猖狂。我打你是为了让你懂规矩,谁让你那么笨手笨脚蛋?以前让你做个饭,不是闲了就是淡了,要么就是把饭做糊了,更可惜的是每个月的工资还不主动上交,我不打你打谁啊? 我没结婚之前,在我娘家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,我也是我爸妈的掌上明珠。自从嫁到你们家以后,你们什么苦国累活都让我干,完全把我当成免费保母一样使唤,还整天嫌弃我,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?竟然还厚着脸皮让我主动上交工资,简直是没有天理。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要交给你们?你们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吗? 你是怎么跟你公公说话的?我看你是又疲痒了吧?你这个老东西现在路都走不利索了,怎么还这么横呢?从今往后,你要是敢再动我一下,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自从我嫁到你们家,你们欺负过我多少次,你还记得吗?我现在看到你们都恨得牙根痒痒,我以前犯错的不合你们胃口,你就打我,工资不上交你也打我。那时候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,每天都担惊受怕,害怕万一哪件事做不好就会挨打。 天下怎么会有你们这么恶毒的公公和婆婆? 我们打你那都是你的错,如果你要是不犯错,我们会打你吗? 你们这两个老东西打人,你们还有理了。你们心肠这么坏,现在居然还带着你们小儿子来霸占我的房子。 哎呀,你不知道我大孙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吗?没有房子他怎么上学呢? 那套房子是我娘家陪嫁给我的,凭什么过户给小叔子?我女儿马上也要上小学了,你们怎么就只关心你大孙子不关心你孙女呢? 你给我们家生了一个不值钱的丫头骗子,居然还有脸大呼小叫,丫头骗子上这么好的学校干嘛? 她早晚都是要嫁人的,她将来嫁到别人家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 咱们一家人应该一条心,集中家里所有的物资,满足我大孙子的一切需求。 你既然嫁到我们家了,那你就是我们家的人,你的房子也就是我们的房子,你把我们的房子给你小叔子不可以吗? 你可真够厉害的,什么话都敢往外说,把我父母给我买的房子,说成你们的房子,你这是什么强盗逻辑,脸皮也太厚了吧? 儿媳妇啊,你也知道,你小叔子一家生活比较困难,到现在连一套房子都没有,还有一个儿子需要培养。 儿媳妇啊,而你们家现在有两套房子,就一个丫头骗子也没什么负担,你就当是帮你小叔子,把你的房子过户给你小叔子吧。 咱们这儿的天气也太冷了,你现在把水和电都停了,我们打不开空调,也不能做饭,现在是又冷又饿,你让我们怎么活呀? 你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,跟我没有关系,我奉劝你们还是赶紧搬走吧,现在水和电都已经停了,你们也坚持不了几天了。 你也太过分了,你怎么能忍心让我们挨恶受冻呢?要是把我大孙子给冻坏了,你能负担起这个责任吗? 你们就不要在这装可怜了,你们的真面目我了解得一清二楚,你们霸占了我的房子,还说我做得过分,你们都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? 你们拍着自己的胸口说,我嫁到你们家里这么多年,我对你们劳两口怎么样?你们吃的和穿的奶一样不是我买的,虽然我的工资没有交给你们,但是我赚的钱都花在一大家子的日常花销上了。 你都嫁到我们家了,难道这不是应该的吗? 我老公的工资卡在你们手里,你们却背着他把钱偷偷给了小叔子,我每次买的米面油,你们也会偷偷的拿给小叔子一半。 你小儿子是你儿子,你大儿子就是捡来的吗?你们怎么这么偏心呢? 现在你们做得更过分了,居然带着小叔子一家人来,霸占我娘家给我的房子,还大言不惭让我把房子过户给小叔子,你们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? 对不起啊小丽,这么些年,你对我们二老确实挺好,我们不应该打骂你的。 你们家的生活条件好,我小儿子家庭比较困难,你们有责任和义务照顾你小叔子一家的,你就帮人帮到底,把你这套房子过户给你小叔子吧。 这样的话,我两个儿子都有房子住了,我和你公公也不用再替你小叔子发愁了。 你快别白日做梦了,你说来说去,还是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小叔子,这套房子可是我婚前独立财产,和你们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,我们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,你居然油盐不济,如果软的不行,那我们只好来硬的了,这套房子你必须过户给你小叔子。 老太婆,我支持你,要不就先把这件事告诉儿子牛仔去,让牛仔教训他这个不听话的老婆,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咱们作对。 无论你告诉谁都没有用,这套房子写了我的名字,只要我不愿意,谁都没有权利决定。 好啊,既然你不撞南墙不知道回头,那你就给我等着瞧吧,我儿子一定会抱我出气的。 你们赶紧去吧,我等着呢。 公公婆婆找到了牛仔。 爸妈,你们怎么来了,我正上班呢。 牛仔你赶紧回家吧,我们都快被活活冻死了,你那狠心的老婆把水和电都给我们断了,把我们害得都活不下去了。 妈,到底出什么事了?什么断水断电了?怎么好好的就生活不下去了呢?小丽她怎么惹你们了? 小丽她为了赶我们走,不让我们住在她那套房子里,就通知物业把水和电都给断了。 现在大冬天的,没有暖气我们怎么生活?没水我们怎么做饭了? 现在一家人动得直打哆嗦,你赶紧回来为我们做主吧。 妈,不是我说你们,当初我都不赞同,你们强行搬进来。 可是你们就是不听,那本来就是小丽娘家陪送的学区房,就是为了将来给我女儿上学用的。 你们现在这样做,让我也很为难啊。 而且,我听说你还想让小丽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,这么不靠谱的事情你们也能做出来。 好,你个小兔崽子,你居然帮着你老婆说话,你不要忘记了,我们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,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。 你弟媳妇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子,咱们首先应该先为你大侄子考虑,他可是咱们家唯一的独苗啊。 你再看看你那个没用的老婆给咱们家生了一个赔钱货,现在你家有两套房子,我们让他过户给你弟弟一套,难道有错吗?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?这套房子是谁的你,还能分清楚吗? 我们虽然是一家人,但是我老婆才是陪我一生的人,而且还给我生了一个女儿,咱们早就已经分家了,为什么还要往一起扯呢? 你这不是虎脚蛮缠吗? 你这个不孝子,我真是白养你二十多年了,你怎么能这样跟你爸说话吗? 你应该跟我们同心协力,让你老婆赶紧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弟。 如果骂两句你心里能痛快,那你就骂吧,我总不能为这良心做事吧? 小丽是我的老婆,我怎么可以为了我弟弟就去坑我老婆呢?难道你们想看我妻里子散吗? 今天我就告诉你,要是能把那套房子过户给你弟弟,就算和你老婆离婚,那也是值得的。 咱们一家人都应该为我大孙子考虑,你赶紧去劝劝你老婆,让她赶紧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弟,然后再把水和电给供上。 我们现在是又冷又饿,都冻得浑身发抖了。 这件事是你们有错在先,你和我弟弟一家人强行霸占我老婆的房子,你让我怎么劝他? 实在不行,你们还是赶紧搬走吧,这么冷的天还叫什么劲啊? 这么冷的天,你让我们搬哪里去啊? 我们要是搬走了,到时候你大侄子上学怎么办?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了,还听不听你妈的话了? 妈,我是对事不对人,这跟我听不听你的话有什么关系? 你说我侄子去哪里上学不好,为什么非要赖在这里上学呢? 妈,你们还是从哪里来就会哪里去吧,咱们老家又不是没有房子住。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,我好不容易给大孙子找到一个好学校,你却想要让我们帮回老家住,你这是想要断送我大孙子的大好前程啊。 妈,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,你也不要再说了,你们还是赶紧搬走吧,如果把小丽逼急了,她肯定会报警的。 你少吓唬我们,我们肯定是不会搬走的,没有水,我们大不了就去楼下买水,没有电,我们就在房间里面烧柴火,做饭取暖。 爸,你们千万不能在房间里面烧火做饭,这样也太不安全了,而且还会把房子熏黑,房子可是刚刚花十八万装修好的。 房间熏黑就熏黑吧,这一切都是你们的责任,就算是不安全也比受冻挨饿强吧。 一个小时候。 老婆大事不好了,我爸妈他们在房间里面又冷又饿,他们准备点火做饭取暖,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,既不安全还会把房间熏黑,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? 老公,你爸妈和你弟弟一家也太过分了,如果他们敢在房间里面烧火做饭,那我就选择报警。 既然他们不讲道理,那我也不会心慈手软。 这事情确实是我父母和我弟弟一家人做的不对,你放心吧,我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,无论你怎么做,我都支持你。 最终小丽选择了报警,公婆和小叔子一家人被强行赶了出去,一家人乖乖地回了老家。